我在現在就很警惕自己說 一定要常常喝水 而且我也讓我小朋友 出門一定要自備水壺 對不對 對 那其實一直以來 我有個很疑問的點就是 我買了很貴的不鏽鋼的壺子 壺給他 他只要用完那個壺 回到家裡之後 我要幫他再裝 他就說媽媽 你可以不要那個幫我裝了 臭臭的嘛 對 因為我之前 以前都是買輕的嘛 小朋友一定要輕的那種塑膠的 但塑膠大家就知道 夏天可以用 因為你都裝冰的水 可是冬天你不能用 你一定要用不鏽鋼 才可以保溫 但是有的時候你幫他們裝 例如說 可能今天裝一點牛奶進去 帶得出去 你知道只要沒有洗乾淨回來 裡面就穿乳鏽鋼 也是會沖 所以小朋友就非常非常抗拒 後來有一次 我在百貨公司 遇到了一個專櫃 他在賣的瓶子超漂亮 就是在我身邊這些 好漂亮 可是妳在那個 梁小姐面前講熱水 沒有 因為我們這個 我們剛好就是 剛好降臨 就不會 蓋緊的 蓋緊的 不是 應該講說 這樣是安全的 對 這樣是安全的 不會外露 對 不會外露 我跟妳講 它除了就是非常漂亮之外 其實我要講的是 它外面是304不鏽鋼的 都是 外面是 但是它裡面是 硬白瓷 硬白瓷 對 所以妳有這個很不錯 妳去那個買咖啡 不會浪費杯子 對 除此之外 那妳大家知道嗎 其實之前用不鏽鋼的 都一定有個問題 因為不鏽鋼它其實裡面 就是還是會有一些味道出來 很多東西不能裝 很多東西不能裝 對 像是我們可能夏天想要喝點檸檬汁 對 是不能夠裝不鏽檸汁的 那我之前其實有用過 類似像這樣的陶瓷瓶 可是它是整個身體都陶瓷的 對 那小朋友不可能會帶 因為一帶 它只要摔到它就被割到 對 所以妳很擔心 後來我找到這個時候我覺得 它超棒的是因為這個硬白瓷 其實是 大家一看一下 它裡面其實除了硬白瓷之外 它外面看我講的 304不鏽鋼 它裡面還有多加一個真空 所以它是可以就是 耐摔的 耐摔 而且它非常抗酸 就像妳裝了什麼就是高酸的東西 對 或者是一些檸檬汁 它其實都不會就是造成它裡面的 一些質地改變 對 那我除了這之外 我自己最喜歡的 就因為剛才李懿有問我說 這好漂亮 我說它都是有把手的 它沒有 大家聽說 把手在這裡 對 把手在這裡 所以現在全家大小 我真的就是每個人都帶一罐 那像小朋友的話 就是可以挑這種顏色 然後大人的話 在家裡面 你也可以使用這種有把手的 對 補茶那些 對 不管你泡茶葉或什麼 你都是會很安心 非常安心的 其實喝水的習慣要從那個小朋友 那時候就養成 對 我記得以前我們小時候都揹個水壺 大家知道水壺裡面就那個塑膠嗎 是 那逐漸大家有那種塑化劑的概念 所以就塑膠的越來越少 現在幾乎都是不鏽鋼的 對 那不鏽鋼其實有分很多等級的 一定要選擇那種材質比較好的 比較擔憂的幾個地方 一個是它用的那種叫工業用的不鏽鋼 那種重金屬很多 一個是它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不鏽鋼 但是你用了過久了又在那邊刮洗啊 你其實還慢慢慢慢會溶出來 大家知道重金屬在我們體內的半摔期 它吃進我們體內之後 會沉積在我們的脂肪組織 半摔期可以將近30年 那你每天在那邊喝水 累積了一點 累積了一點下去 很容易產生一些 智力發展的一些遲滯啊 或是比較過動 那或是產生一些 你會發現皮膚特別黑 特別黑或是一些致癌的一些風險 那其實小可推薦的這個 其實我有一個 其實我們腎臟科讀科的醫師的立場 任何這些喝的東西 最好用一些陶瓷或玻璃的 它那個叫硬白瓷 對 硬白瓷 它特別適合我們華人的飲食文化 你知道外國人 西方人裡面裝的是什麼 你去看就是白開水跟咖啡 對 可是東方人不一樣 裡面有中藥 有酸梅湯 有各式各樣的包湯 那其實怪怪 你有沒有想過這些酸鹼 油脂 會不會產生一些化學病 所以其實華人的文化 我認為那個硬白瓷 它跟那些產生化學作用的成分 事實上是最少最少 那另外保溫杯有沒有 它裡面會藏汙納垢 為什麼會有味道 因為那個如果密度不是很密的話 很容易藏汙納垢 不久之後就產生一些 怪怪的一些味道出來 那不是很詳細的嗎 在這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